字幕君 字幕君 大家有沒有想過 若然你有1億,你會怎樣用呢? 可能你會用來買樓、買靈車、買靈酒 不過不同人一定有不同的洗錢方法 若然在馬圈裡面,你說1億算不算多? 其實真的不算多 現在馬價這麼貴,平均一匹馬要用二、三百萬來買 那你有1億,都是買30至50隻馬左右 真是不算多 好像香港大馬主,包裝系主理人李運強養馬三十幾年 由他到現在第二代養馬,大謊話說 都養超過六、七十匹馬以上 花在賣馬身上的錢一定不止1億 不過就是有這類大馬主,香港賽馬才能持續發展 包裝系馬主始祖李運強,他是李文集團的創辦人 家族的李文造子和李文化工都是上市公司 總市值超過150億 他更有造子大王的美羽 這位出色的商人更加是資深馬主 由第一匹馬,手袋之聲開始 走到現時無人不知的包裝系馬 來到現在,由第二代Edmond李文斌接手 管理家族的馬匹業務 就由他講下家族養馬的源頭 我記得第一隻馬是手袋之聲 很久了,那時候我很小 我爸爸媽媽去澳洲親自選擇 當時我記得選了馬馬回來 都還沒買落實 就拿回那些錄影帶 回家裡播放 當時播放後,就叫父母第一隻馬 很開心 叫我們小朋友一起去選擇 他們選擇的時候,就問 為何跑到現在這麼漂亮的 我爸爸說,不是啊 買出第一個那隻 一定是第一個那隻 結果那隻就是 我們買了一隻馬最后回來 四班的勢力之聲 而另一隻就是一班的電磁寶 所以是 那時候開始就覺得 原來馬這麼有趣 不是說 你買多少錢 就一定是那樣東西 原來是有得選擇 是有得有不同的結果 是當時已經覺得很有趣 一路延伸到我媽媽 再有其他家族成員 我自己都喜歡菜馬 所以就一路越來越養得多 養到現在 由頭至尾應該有六十隻 回到香港現在也有 你家養馬用過手袋 海南包裝等等去改名 甚至乎也都用過五十五十 八十八十做馬名 Edmond就解釋 因為早期家裡是做手袋生意 所以馬名就用手袋 之後用海南做馬名 是因為家裡人是海南島人 至於家族生意轉型做包裝紙生意 直到現時做紙業更加是公司的主業 因此家族馬最普遍都用包裝做馬名 但有一段時期想不到 不知道改甚麼馬名好 就私下用數字來改 結果有五十五十 而這隻馬更加一級賽董事輩跑過第二 成績不錯 養馬是一項花費不菲的玩意 但怎樣將錢用得其所 亦都是一門學問 Edmond本身是一位出色的生意人 要管理家族生意不容易 對於他們來說 做生意和養馬有沒有甚麼相似 我們做馬主的 最重要就是選好一隻馬 這是我們的責任 給錢 不是選好一隻馬 因為這隻馬是你名下的 你如果將這個決策權 放在其他人身上 其實到時這隻馬好與不好 人家都不可以賴別人 所以自己對馬匹有相當認識 買對與買錯是自己的決定 也有很多時候試過走保 也試過買錯馬 試過零分的馬買過 馬王級的馬 Group 1的馬都買過 所以最重要就是自己的選擇 即是與你做生意一樣 你要明白這個生意的 business model 是怎樣 而且你要明白 你這個做生意的方式 是否可持續性的一個生意 如果譬如說 你一次過頭太大筆錢進去 你很容易會有損失 所以其實做生意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責任在哪裡 做老闆的責任在哪裡 就是定好公司的方向 和你買馬 定好一隻馬 你買哪隻馬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養馬可以賺到錢的馬主 一定不多 所以一定不可以把養馬 列視作一項投資 對於家企養馬的觀念 Edmond就說 是家族成員的娛樂興趣 以平常心看待 就好像家人組成了一個叫 開心開心團體 養馬最重要大家都開心 當然會有興趣 因為一定是虧錢的 沒有辦法賺錢 因為當你買到一隻馬 好 你定了紅心壯志 買到兩隻 那兩隻就會出事 就會不行 只要買了一隻 是零獎金 基本你會輸了 所以其實賽馬來說 剛才你問的問題很好 對於生意來說 就是所有的都有定性 所有的有一個定性 我們定性了賽馬 只是我們的娛樂 賽馬不是我們一個 所謂生意的本行 他贏得就贏 不贏都沒有所謂 不要說為了賽馬 而令到自己的思想 或者令到自己的心思 而疏忽在自己本身 更重要的事情身上 養馬最重要是開心 而這個團體之前 都換過幾隻 換過幾隻 是不行的 所以包裝必勝 就養得不錯 所以我們養馬 最後的定性 都是會開心 絕對不會說 跟他拼命 不斷花錢 或者不斷太專注 心神是不適合的 你現在養馬 不會局限在香港 在澳洲都有養過不少馬 歷年這麼多隻馬 又有哪些馬 另一名印象最深刻呢? 他就說 家族馬中 包裝大師贏過姐打杯 當然難忘 包裝大師 依然領先少少 包裝大師 跑第二名 跑第三名 其餘還有包裝鬥士 贏三級賽 苦旅人袋 澳洲就有精彩鬥士 贏過一級賽 紳士長陽賽 和閃電錦標 哈林就兩次贏一級賽 澳洲杯 還有智寶 贏一級賽 雲絲仙子錦標 和玫瑰桿堅尼 這隻馬 最後更加賣了一千萬老園 這些馬 都是他自己選的 所以都印象深刻 既然Namon 在香港和澳洲都有養馬 那兩地養馬 又有什麼不同呢? 他就說最大分別是 澳洲養馬 可以中途Cash In 一些錢 海外養馬 你可以將這隻馬 當你覺得有懷疑的時候 你可以partially 一部分賣出去 譬如哈林 我當時對他有懷疑 我都好像 70%至60% 我賣了40%出去 那就一起拉圖買 突然多幾個朋友 新式的朋友 但香港就沒有這個條例 香港買一隻馬 無論如何 你投資尾 都是你的名字 其實我覺得是製造的 因為 譬如說這隻馬 想找多些人夾的時候 你沒有那麼靈活 你一定要在抽馬 一個簽的時候 已經定勝了 這個馬出來是哪一個 直到這隻馬來 那隻馬退 也是這個名字 我覺得是有些太過固化了 譬如說我想cash in 譬如說我自己的馬 就算我四班人很好 我想cash in cash in不到 香港沒有這個market 包裝是歷年養過不少馬 李氏家族當然稱得上大馬主 Edmond說回家庭成員很多 每人都有自己想合作的電馬師 所以電馬會養在不同的馬房 好像由以前的賀良 到現在又跟呂健威、伍鵬芝 和沈雜成等等合作 不過至於騎士方面 Edmond就說 現在跟潘頓以及喜偉森都幾夾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會選擇騎士 就是希望四班也好 或者新出也好 那些馬是讓騎士去教他們 教好馬的基礎 變成他日後就會一直 扶直上 如果質素可以的話 不可以的話 都不要學到壞了 學壞了口 出閘不出閘 然後一出閘就跑了 又不流力 其實我們自己 對於騎士來說 其實真正肯用心 尤其是試習入面 去教那些馬 暫時來說 就是潘頓 和最近開始欺威心 都做到這個效果 但問題是 你給他騎士 尤其是試習 給他試 他試得好 一定不會放過 最近的實例就是 包裝天象 包裝天象 有一次跟包裝晚象 一起試習 潘頓就說 我只期待你包裝一隻 做試習 哇 弄成這樣 然後天象 被騎士 潘頓就試包裝晚象 試完包裝晚象 他就說 這隻物都可以贏 但這隻馬還沒調好 我練了兩塊雜 他就跑馬地 去到天象 去到天象 就很有趣 他就起了心事 起了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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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非常好 他想騎 潘頓 我離開 反馬地 喊到我不停 被我喊 以為有人追債 原來誰不知 潘頓喊 他就說 我要騎翻 那些難題 通常我交給李馬斯 決定 兩個都是李馬斯 喜歡的騎士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就不參與 但其實我在過程 回答你 我們不是特地用潘頓 或者特地用喜好心意 我找不到一個騎士 是真的很實在的 在試完集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我們也試過用 不是其他騎士 我們很歡迎 表現的評論 完全不是那回事 我們很難評論 馬是質素如何 或者後面的部署 所以騎士方面 尤其是新馬 是喜歡用大師傅 可以這樣說 包裝是 不論在香港還是海外 都養過不少好馬 更加在不同路程上 贏過大賽 但美中不足 就是有個 未贏過千六米大賽的缺陷 近年 本應有機會 染指一里大賽 可惜錯過了機會 其實這個遺憾 可以說了一點 其實美麗同享 本來我是買了的 買了 因為那次我一次過 一個禮拜 花了四千萬 因為剛才說錢 就是因為 Sherly Hero Marsel Montaro Sherly Hero 叫什麼 不記得了 希斯打給那隻 Marsel Montaro 偷裝泰寶 然後還買了一隻 咦 沒有來一個禮拜 花了四千萬 嚇死人 賣了這隻 就買了美麗同享 如果沒有賣 其實 千六的孔已經填了 就是因為有一個 想贏一里大賽的目標 所以今季包裝 是擁有不少有潛質的馬 Edmond更加叫大家 可以留意包裝晚將 包裝天將 包裝明驅 包裝創新 這四隻都想向四歲馬大賽系列進軍 當中首關經典一里賽 更加是主要的目標 當然之後亦都想向終極目標 打比賣盡 始終這場賽事 是每個馬主夢寐以求 想贏的大賽 Edmond雖然出身富裕之家 但絕對沒有少爺的脾氣 言談溫文有禮 而他亦都很貼地 自己在facebook 裏面 搞了一個包裝系賽馬專頁 失衡和馬迷互動 馬迷見到馬本身可能機會大些 他們都會問 我就會說盡力跑 或者盡全力去增勝 原來這是從來都不變的 但最開心的事 設定到這件事 亦都能讓馬迷互動 以及可以將馬迷有的疑問 去解答他們 除了賽馬之外 Edmond都很喜歡搞文化藝術 好像公司大廈外場 就有一個很大的屏幕 用來播放一些有趣的藝術影片 好像今年是龍年 就做了一條龍的影片 另外公司大堂 亦都有一幅跨時空的龍形壁畫 將中世文化、古今中內的事物結合而成 有時公司亦會做下一些畫展 可以看到他份人很有文化藝術氣息 Edmond除了出色的商家和馬主之外 其實他和太太都很喜歡做慈善回饋社會 好像太太Amanda 更加是現時保糧局第一副主席 明年4月將會出任主席一職 街時就會帶領保糧局自力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而Edmond自己亦曾經擔任過人際醫院的主席一職 捐不少錢幫助社會上各界有需要的人士 他們熱心公益的精神 當然亦令人佩服